而灵静与沐云西的身边也出现了灵动和牧尘的身影 此刻他们的父亲终于回来了 就算自己刚刚重伤都已经不重要了 不过好在 如今萧炎成神 便是可以利用神之力量以及焚神力量进行愈合伤口 这三位乃是千元界的传奇人物 只见得现在的他们三人 眼中皆是浮现出浓浓的爱意 全然没有身为炎帝无祖牧主的一点威严 萧炎笑眯眯地伸出手揉了柔萧萧的头发 然后对着一旁的萧灵清秀的面庞捏了捏 这幅温和的画面还真是很久都没可以有发生过了 不过现在可不是融入这种画面的温馨时刻 当即萧炎缓缓起身 我先解决一下 想要夺取你们灵魂的家伙 萧炎对着萧萧 萧灵笑了笑 他们倒是也没矫情 点点头 毕竟对方非常强大 他们也根本不是其对手 萧炎上前几步 而随着他的上前 这天地间的气势仿佛都是在此时变得不一样起来 一股无形的威亚开始笼罩天地 其眼眸有些深邃地望着那道黑影之上 远处那道黑影 虽然看不清清实际的面容 可是就算如此 萧炎确实在这道黑影身上 感觉到一股熟悉的能量波动 同时那道黑影也是不经意地颤了颤 此刻也在表达着他看到了一位 令他一生都无法忘记的熟悉脸颊 但是从萧炎的身上 那道黑影也是察觉到了相当危险的气息 这种气息让得他都无比地震动 因为萧炎的实力比起大年 变得更为的强大许多 并且在其身躯上 还有着一道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态 没想到你如今竟然变强了这么多 比起千元界的这些天至尊 不止强上多少倍 不愧是炎帝 黑影低沉出声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今日会遇到这位令他一生都无法忘记的那个人 如果眼前的这位 只是一位天至尊的话 或许黑影还有足够的把握 全身而退 但眼下却是没有了那种自信 毕竟现在的他 还没有将是魂绝 彻底的修炼成功 就无法成为最强主宰者 萧炎眉头微微皱起 在你的身上 我感觉到有一股熟悉的气息 你是谁 过去了几十年 没想到你对我的气息 竟然还没有忘记 那位黑影文言 也是有点惊讶的到 萧炎伸出右手 那修长五指便是移动 带起一股炙热的温度 一道绚丽的小火帘 便是出现在其掌心上 不管你是谁 只要敢打主意 在我两位宝贝孩子的身上 你就已经该死了 萧炎的语气平平淡淡 然而话音落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 在场的那几位天至尊 都是为之变色 令人根本没有任何抵抗之力的肃杀之意 锁定了那道黑影 要知道 炎帝的实力 先不说天至尊 就算是主宰者 恐怕不是其对手 当年要不是炎帝五祖墓主三人 联手共同抵御 域外邪族 以及界外天人族 恐怕就没有如今和平繁荣的千元节 所以 这三位传奇人物 其实力是何等恐怖 真有气魄 好 我倒要看看 几十年过去了 你究竟强到何种程度了 那道黑影的语气低沉 旋即那滔天般的隐晦气息 渐渐地涌动 连空间都开始崩碎 一股恐怖的威亚 悄然的弥漫在整座圣峰山 萧炎抬起手掌 掌心之中 那道绚丽的小火莲 缓缓地旋转而起 一道平淡的声音 自天地间响起 将那一道小火莲 对着黑影扔了过去 小火莲划过天际 这天地间的温度 开始节节飙升 愈发的可怕 带着毁灭气息 急速地对着黑影报事去 虽然看过去 只是不起眼的小火莲 但在场的天至尊 却是感觉到 此时的他们 如果只要是心中 对炎帝有着丝毫的杀意 那么就将会立即 有着毁灭之言 从天而降 在顷刻间 将他们瞬间化为虚无 那道黑影 盯着萧炎所施展出来的小火莲 眼神深处 满是浓浓的忌惮 不过忌惮归忌惮 他还是想要知道 现在的萧炎 究竟有多强大 黑影也是猛地一步踏出 顿时间黑色的涟漪 犹如是巨大的浪潮一般 直接是从其脚下 疯狂的席卷开来 斩地拳 顿时爆合之声响起 只见得在黑影身后的空间 开始迅速地化为漆黑的巨拳 在其上散发出 强大的隐晦之气 还在不断地升腾 短短树息之间 那股力量 便是能够轻易地 击杀一位圣品巅峰的天至尊 如此一幕 令得萧萧萧灵 林静 沐云熙等人的眼睛 都是瞪了大起来 这才是黑影的真正实力吗 难怪能将他们一举击败 刚刚还差点死在对方的手里 对方究竟是谁 真的如萧萧所说 来自下卫面大陆的强者吗 所有人都是能够感受到 那斩地拳的力量无比的可怕 其中还有着能够侵蚀 他们这些天至尊体内的灵力 简直就是邪恶到极致的力量 而面对着对方如此恐怖的攻势 萧嫣则只是淡淡一笑 那急速暴去的小火莲 直接迎热上 与那轰然而下的巨拳 轰击在了一起 随着双方攻势的碰撞下 只见得这片天地间 出现了一片无尽绚丽火海 那种火海的威能 就连天至尊都从未见过 但却是能够感觉到 其中的恐怖吃产度 那几乎是毁灭的力量 绚丽的火海席卷 直接将那对方的可怕攻势 吞噬殆尽 也就在这紧紧的一瞬间 那火炎的力量堪称是无敌 在击垮了那道攻势后 火炎依旧是带着毁灭的气息 朝着黑影呼啸而来 短短数息间 就将那震惊的黑影 给笼罩在了其中 在如此可怕的高温下 那道黑影发出刺耳的痛苦声 最终被火炎彻底的焚烧 成了虚无 短短不过十数息的时间内 那道黑影 便是在硝烟轻描淡写的一招之下 被毁灭 诸多天至尊 见到这一幕 眼皮也是忍不住地跳了跳 他们见过主宰者出手 然而 即便是那些超脱圣品之上的主宰 与眼前的炎帝相比之下 这位炎帝 心中顿时升起了恭敬之意 因为炎帝的那种力量 已经远远地超越他的认知范围了 萧兄 刚刚那股黑影身上 有着一股暗黑的气息灵动 出现在了萧炎的身旁 作为感知力极强的灵动 在出现的那一煞 就知道这道黑影的步伐 萧炎也是 没有否认灵动所说 刚刚自己与之交手 便是发现 黑影的确有一道暗黑的气息 同时 这道黑影的气息 似乎有些似曾相识 只是一时间 萧炎也没有想起来 究竟是谁 看来 似乎是上面的那些人 已经悄无声息地 入侵我们千元界了 虽然没有大举入侵 但是却利用千元界中的 一些心智邪恶之人 进行扰乱千元界的秩序 萧炎缓缓说道 似乎也猜测到了什么 虽然 如今的萧炎很强大 但是对面上面那些人的时候 依旧是还有差距的 毕竟 连第一序列神的先天神 之前都卖命的那些人 而且知道自己是棋子 也与之合作 足以说明 上面的那些人 其实力是多么的恐怖 而萧炎心想着 为什么上面的那些人 要入侵各个大界之中呢 他们的大计划 究竟是什么 难道说在他们这些下等级中 有着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想到这里 萧炎更是陷入了沉思 对于千元界 已经被上面那些人渗透其中 千元公竟然没有任何的发现 足以证明这些神秘人的可怕存在 老爹 一道亲切的声音 传入萧炎的耳朵 旋即便是看到自己的宝贝女儿和儿子 向自己快步地跑来 而灵静和沐云熙也同样 朝着自己的父亲奔跑而去 这几年 虽然他们没有多大的压力 也没有其他超级势力 欺压他们的私生功 不过唯有对于自己父亲的思念 随着时间的越久 更是浓郁万分 然后他们皆是扑进了自己的父亲怀中 这一刻 他们可是盼了很久很久 萧炎灵动木城 也是在这一刻 差点没有忍住要流泪 这是幸福的眼泪 这一幕 他们也是盼了很久很久 离开千元界 已经有数年的时间 这一次的回来 他们的实力 已经不是大主宰层次 而是达到了主宰之上的领域 准神 以及神器的新高度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想要变强的原因 只有自己越来越强 自己的世界 才会和平 守护身边最重要的人 而他们如今 成神归来 也算是取得非常大的成就 获得了各自不同的新收获 特别是萧炎 虽然自己只是第三序列神的修为 如果底牌进出的话 能够与第一序列神与之一战 毕竟焚神爵可不是普通的神技 这温馨的画面 持续了片刻之后 他们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作为他们的孩子 控制力自然没有萧炎 他们好 当即拿起手擦了擦盐 脚得泪水 老爹 很想你 看到你回来了 我想娘他们也会超级开心 这些年 他们可都是挂念着老爹 萧灵大笑起来 然后对着见到萧炎后的那种 无法掩饰的激动与开心 看着已经成熟了不少的萧灵 竟然与自己当年的气度一模一样 不愧是自己的宝贝儿子 而萧萧 则是比她的母亲更加的妖娆 那一份来自吞天莽一族的天生妖艳 绝美 更是青出于兰儿胜于兰 萧炎这位宝贝女儿 想必在整个千元界 有着一大批追求者了吧 可恶的老爹 你终于是舍得回来了呀 这一次回去 我要让娘臭骂你一顿 灵竟双手插腰 转动着眼珠子 嘟起嘴巴说道 对面自己这一位宝贝女儿 灵动也是一脸无奈 不过却是非常疼惜她这位女儿的 对灵竟的宠溺只会多不会少 我的宝贝女儿 你可要你娘亲的面前说点好话 不然我肯定又会指不定的 被你娘亲说一顿咯 灵动也是开始假装 做出一副可怜的模样 对着灵动诉说道 看到你刚刚及时回来的份上 我暂且不告状 灵竟哼了一声 偏头不理灵动的表情 也是极为的幸福感 拉马 爹爹 我和娘亲可想你了 每天娘亲都在我耳边讲起爹爹 沐云西虽然是他们几个年纪中最小的 但也是一位极其绝美的美女子 乃是幕府中的千金 此时 方舟上的两道身影 看着这一幕 也是露出一抹笑容 没想到炎帝五祖幕主三位的孩子 竟然各个都是绝美家人 而且他们之前的妇女子 感情相当好 想到这里 紫衣秦身为女人 可能会感性一点 在此刻 竟然自己也想拥有这样子的一个 属于自己的家庭 不够这等小心事 紫衣秦可不会在脸上表达出来 只能深深地放在心里 王熙也是对其高兴 这段时间里 也可以看出 硝炎灵动木城三人在方舟上 脸上 时常都会浮现出来的思念 如今看到他们脸上挂着的幸福 样子 脸上也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 在场的 还有四圣公的八位天至尊 他们也同样看在眼里 不过他们每一个人 都不敢出声 打断着幸福满满的画面 只能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与自己的孩子们 欢快地交谈片刻后 硝炎便是摸了摸潇和硝灵的头 然后缓缓地转身 目光投向了不远处的 八位天至尊 感受到这位天元界传奇人物的 炎帝目光投来 他们便是极为恭敬地 对着炎帝 灵动 木城三人拱手弯身道 虽然他们是天至尊 千元界中的超级强者 但是对面这三位传奇人物 强如天至尊 也必须有着恭敬之意 同样还有着非常敬佩之心 炎帝 吴卓 木卓 我们是四圣公之人 见过三位传奇人物 八位天至尊 弯腰公升的拱手敬意 既然是四圣公的人 就不比那么拘束 萧炎慵懒地笑了笑 四圣公 乃是他们宝贝孩子 所创立的势力 如今在这四圣公中 既然连天至尊 都愿意加入其中 看样子 他们的宝贝孩子 有着不属于 他们父亲的天赋与势力 千元界中的资源 越是越来越丰富 其中的新生势力 也越来越多 其中四圣公 就是新生势力中 最受欢迎的一道超级势力 就连一些老牌的超级势力 也被四圣公的热度覆盖 不过他们 可没有因为四圣公的强大 而去找茬 因为他们并不是傻子 去找后台硬的 不能再硬的四圣公 除非是想要找死 虽然四圣公 没有靠着自己父亲的势力 作为靠山 但如果四圣公 受到其他超级势力欺压的时候 想必无尽火域 武尽 慕福 这三大超级霸主势力 也会出手 将其欺压 四圣公的那些超级势力 瞬间化为千元界的虚无 所以 这几年四圣公的崛起 并没有受到各方超级势力打压 甚至都是 选择推崇四圣公 与四圣公平平 交好 可不想与这样的一道超级势力为敌 他们可不是 傻到去找死 我家的宝贝女儿子 很出色 消炎孝道 如今他们自己当年所创立的势力 可没有那么容易 都是靠着自己一步一步打拼出来的 要不是自己天赋势力足够强大 怕是也不会成为当时 整个大千世界的超级霸主势力 而如今 更是成为了千元界的超级霸主势力 有了父亲这边打好的基础 才让四圣公发展如此的迅速 当然 也有着萧萧萧灵临近母芸汐四人 异于常人的天赋展现 才会受到各大势力 以及超级势力的推崇 如果不是 他们是四人的努力 就算他们是炎帝无祖墓主的孩子 也不可能会受到人人推崇 更不可能会让四圣公 这道新生的超级势力生存下去 唯一的原因 就是 他们自己本身 就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 才能够管理四圣公的运转和秩序 比起萧嫣灵动牧尘 这三位甩手掌柜 可好的太多太多了 受到自己父亲的称赞 四圣公的四大公主 竟然有些脸红起来 不过心中则是非常的开心 这也算是得到三大传奇人物的认可 老爹 比起你 我们还差得很远呢 刚刚我们四人 连手都无法击败对方 而老爹的出现 一需要挥一挥手 就将这强大的黑影 给瞬间抹杀了 想要追逐老爹一样的高度 我们还需要时间努力 萧嫣等人微微一笑 摸了摸他们的头 然后回想起 刚刚那道黑影 萧嫣始终有不好的预感 便是对着自己的孩子们叮嘱道 刚刚那黑影的气息 有一道令我非常熟悉的感觉 而且刚刚会被我击杀的 还不是本尊 应该是分身 此话一出 萧萧萧灵等人便是一愣 不是本尊 如果真的是分身的话 竟是都有着如此的力量 看样子已经超越圣品 达到半部主宰镜的领域了 那么本尊至少也都是一位 主宰镜的主宰者 对于主宰镜 就算是萧萧 都未曾感应到那一道契机 也就是世界的意志 萧萧的实力是 四人中的最强 圣品巅峰 不过距离距离 圣品之路的尽头 也还有一些距离 或许只有达到 圣品尽头的时候 方才能够触及这一道契机吧 分身嘛 那要找出本尊才行 不然对方 肯定还会对我们上位面的强者 动手夺取灵魂 萧灵开口道 如今萧嫣等人回来 就不怕对方有多么的强大 就算再强大 也不可能是炎帝的对手 萧炎闻炎 迟疑了片刻之后 回应道 难道说 这道黑影是下位面来的 萧灵点点头 继续说道 对 之前我们大千世界的一些强者 被夺取灵魂 我们便是展开一系列的调查 最后发现 对方是来自下位面大陆之人 如果是突破了下位面智谷的飞升 其实力也就至尊敬 但是这一次 对方却是连天至尊 都不是其对手 而且很多至尊敬和地至尊强者 甚至天至尊都遭遇不测 听了萧灵所说之后 不仅是萧炎有些惊疑 就连灵动和牧尘脸上 都是有着一丝变化 对方究竟是谁 下位面来的神秘强 怎么萧炎自言自语的谜谈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事情 目光开始扫荡着诸多下位面大陆 一道强大的主进灵魂的力量 朝着无数个 连接大千世界的下位面大陆 扫大而去 现在萧炎的灵魂力量 更是精进了许多 距离主进灵魂巅峰 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那么届时 距离那神境灵魂境界 也将会越来越被拉近 也不知道 那在灵魂等级中最高的神境 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强大层次 现在的主进灵魂都如此的强大 真的能够突破神境 恐怕又会是一个全新的广袤天地了 经过萧炎主进灵魂的扫荡之后 并没有发现 下位面大陆中 有什么异常的发现 并且每一个下位面大陆上的世界之灵 都是非常的正常 并没有受到其他东西的入侵 这令得萧炎 更加的心生疑虑起来 如果能够发现什么 这对萧炎来说 事情还好处理一点 但现在却没有任何的发现 更令萧炎觉得黑影的出现 并不是偶然 而且现在回想起来 那黑影身上的气息 实在有些似曾相识 目光微微闪烁之后 萧炎也并不打算这样 毫无头绪地想下去 然后也打算 先回到自己的势力当中 与自己妻子和亲人相聚一下 同时也看看 当初自己所创立的超级霸主势力 在如今是否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而那悬浮在虚空上的方舟上 两道身影也是暴虑而下 最后轻轻地落地 目光看了看周围的众人和这里的环境 微微一笑道 这就是萧炎兄 灵动兄 牧尘兄三大 绝世天才的故乡吗 还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啊 紫衣情的美眸 威咪 感受着千元界这片天地中 有着非常浓郁磅礴的元气 也就是世界本源之气 如此丰富的资源 不愧是将他们天元界 力挽狂弯的绝世传奇啊 你们的世界 都可以堪比第二等级世界了 按照现在的元气浓郁程度 已经直逼天星界了 王熙也是 被萧炎灵动牧尘的世界 给惊恶了一下